说起杨雪你可能一脸懵逼 那说起小鱼儿与花红缺终的那个大反派江玉燕 你就有印象了吧 看着美吧 据说安州拉卑鄙是照着杨雪整的 当然只是据说 两人可是各有各的美呢 杨雪1980年10月16日出生于北京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戏99集 她20岁的时候就开始拍电影了 当时她才大二 可是就已经跟许晴 朴存心等大派合作了 之后她更是跟很多大外明星合作过 像胡军 林峰 汪明权 郑少秋 张嘉义 无论是古装戏 现代戏 民国戏 或者是商战剧 谍战戏 杨雪都能教育自如 一度被媒体评选为新一代的四小花蛋 出道之后杨雪确实拍了不少影视剧 但真正改变她的人生 是2009年这部《人间正道》时沧桑 在拍《人间正道》时 杨雪认识了剧中的美术设计师赵海 坦白讲 赵海长得很丑 年纪又大 也没有什么钱 但是杨雪却不在意这些 她被赵海的才气和风趣所吸引 义无反顾地爱上了她 很快在09年初二人低调地领证结婚了 2010年1月 结束电影《活佛技工》大拍摄 回到北京时 杨雪发现自己怀孕了 同年9月26日 顺利生下了一个女儿 并起名叫友友 婚后的杨雪专心带孩子 不时晒出一家三口合照 女儿完美继承了母亲的优点 美美大 只是与老公的合照 被网友们集体吐槽 是美女与野兽的现实版